近日有网友扒出热播剧《外科风云》中的隐藏剧情 剧中李嘉航和蓝莹莹饰演的陈绍聪和杨宇在民政局时 背后有两对青年男女也在等着办结婚证 但当陈绍聪与杨宇走出民政局时 只见刚才一对青年男女中的蓝衣男子 与另一对男女中的成衣女子手挽着手拿着结婚证走出来 这一穿帮瞬间逗落了网友 哈哈信息良好的 网友们纷纷开启脑洞 分分钟拿不出一出婚恋大戏 应该是各自离婚后又结婚了吧 厉害了 这两对经历了啥 群众演员这年头也不好找 大家都理解理解 真的是厉害了呢